獲得20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家 對雷射領域做出的重要貢獻 包括了光學鑷子在物理學上的應用 以下討論光學鑷子的原理 這個光學鑷子就是用高度聚焦的雷射光束 來去控制微小的物體 當雷射光穿透折射率比周圍戒指還大的球形粒子的時候 雷射光束會折射偏向 那這個雷射光既然有方向產生的改變的話 就代表光束當中的光子 它的動量會發生的變化 由牛頓第三運動定律就可以知道 光子可以施與力量在微型的粒子上面 因為我們知道呢 動量的變化跟力量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力量等於動量的識變率嘛 所以既然光子的動量有變的話 這顆粒子一定會受到一個力量 那今天當微粒的大小 如果遠大於雷射光波長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幾何光學來去解釋光學粒子的原理 在幾何光學上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張圖呢 光線射過來射進戒指當中會偏近法線 然後再來準備射出的時候 它會再偏離法線 就是從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來去討論 整個系統呢 因為動量守恆的關係 我的光線竟然動量產生的變化 這顆球也應該要產生對應的變化 那題目接著就要問啊 他說如圖一 若只考慮通過匯聚透鏡之後的雷射光束當中 行進方向交匯於微粒球星O下方的B點的編號12兩條光線 在這裡齁 這是球星 他說這兩個光線呢 原本是想要射到這邊來交匯的 可是他們入射之後呢會發生偏折 再由微粒的上方射出 剛才跟你講了 這邊射過來它會偏近法線 然後直線走 到這邊再偏離法線 那他說呢 因為光線會被折射 光子會施於微粒一個 作用方向向下的合力 將這個微粒向下推 那這個編號12兩條光線 射入微粒的前後呢 光子的動量分別是原本叫P1 後來變成P1' 那這邊原本是P2 折射之後呢變成P2' 好那題目就在這邊介紹完畢了 他說今天如果我把這兩個光線方向改變一下 他說我若改變兩條光線的入射方向 使行進方向交匯點 原本希望是在O點上方的C點 那請你參考圖一當中這個動量 這樣折射的一個表示方式啊 來只考慮光的折射的話 畫出雷射光的光子路徑 然後雷射光的光子在入射 微粒之前後的動量 原本是P3 那後來射出去的P3'在哪裡 那這邊原本是P4 射出去之後的P4'在哪裡 並且標出它的一個變化量 標出變化量含方向 那以及這個微粒受到光子合力作用的方向 我們就來看 其實上面這邊只有簡單的介紹 但它卻沒有那麼特別告訴你 為什麼這樣射力量會向下 我們就從這個題目主要要問的圖2 來去跟你做一併的解釋 我們來看 今天光線這樣射的話 我原本想要射到這裡來 那我在射入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說 從折射率小 進入到折射率大 它應該要偏近法線 所以我從球線拉出法線 這邊應該要偏近法線 所以它會直直走 到這裡的時候一樣 再從球線拉法線出來 它會偏離法線 所以P3跟P4這兩顆光子 我們的路徑就可以畫出來了 那題目要求什麼 請你把P3'跟P4'畫出來 OK 第一步我們已經成功了 那再來要找什麼呢 找它的動量變化量 所以動量變化量就是 微粒的前後動量的一個差值 那動量是個向量 它是可以任意平移的 我原本入射的動量在這邊 那我們就把它平移過來 所以入射動量 粗動量在這裡 這一個是末動量 兩個相減之後 你的動量變化量 Delta P3是不是就出現了 那P4也一樣 我把這個動量平移到這裡來 這叫粗動量 這個叫末動量 兩個相減你就得到 它的動量變化量 P Delta P4了 好 所以題目要求的第二件事情 動量變化量也出來了 那接著我就要來跟你解釋 為什麼這時候的力量 應該要向哪一邊呢 它會出現力量 原因是因為 我整個系統的動量變化量 是等於零的 因為它就像什麼 你拿兩顆球相撞 撞的過程 這個彈性碰撞 不管你是不是彈性碰撞 相撞過程 你的動量變化量 當然都是零嘛 動量要守恆的 所以在這邊呢 一樣這個光子跟這個 微粒之間產生作用的時候 我們這力量是在 大家彼此之間 所以整個系統的動量 一樣要守恆 那動量守恆寫出來 就叫總動量變化量是零啦 OK 好 那你看詳姐這樣寫 我們先看後面這一段 光子的動量 再加微粒的動量 應該要等於零 這叫做動量守恆 對不對 那反過來就叫做 光子它會有動量變化 那麼微粒也會有動量變化 大家相加要等於零 這樣就代表 整體動量是不變化的 那這個微粒它會產生動量變化的話 剛才我說 呃 一個物體所受到的合粒 就等於它的動量識變率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我這個物體的動量變化量 其實就等於它所受到的平均力 乘上作用的時間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在這邊 我們找力量的一個概念啊 好 那我要判斷這個力量的方向怎麼看 這一組 加這一個 等於零 所以這樣是不是表示 我這個F的方向 你應該要跟 光子的動量變化量方向相反 對不對 它們相加等於零嘛 你把它移向過去得到負號 所以方向相反 好吧 那你看哦 這兩顆光子 一個動量是向右下 一個動量是向左下 我們在這邊算一下 整體光子的動量變化量 DELTA P3加DELTA P4 方向是向下的 那這樣的話 我的力量要跟你方向 方向相反 那就應該要向上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找出 這個 微粒 所說的力量方向 實際上是向上的